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买家都会有一个疑问 买家现在不付服务费了 我们怎么办? ok 我懂 ok 可是我今天要你们回到一个原点 过去其实你都有付服务费 你知道吗? 其实过去为什么卖家会愿意帮你付服务费 是因为他们已经内建 知道说跟卖方经纪已经谈好 这买家agent的服务费是什么了 所以呢 当他在思考说 我今天要不要接受这个offer 这个出价单 这个合约的时候 他其实都已经想过算过他的数学了 所以呢 其实你以前都有付 只是你觉得你没付 因为你就是付在价格上面嘛 今天卖家会愿意接受这个价格 就是因为他经过私量了之后 才去做这个决定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现在回到原点 现在只是因为这个官司过后 我们把买家跟卖家的这个费用分开来讲 ok 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样 你今天出的价格 如果合理 让卖家觉得说 好吧 那我帮你出一点 买家的经济费用也ok 那其实这当还是会成的 其实你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 最终其实卖家看的是 落入他口袋的钱有多少 所以呢 现在所有的卖方经纪 他们其实都会去帮卖家算 或者是你也可以帮卖家算好 你们在成的offer的时候可以写一封信 让他知道说其实这一个offer的price 扣掉所有的费用 扣掉你帮我付的买家经济费用之后 大概是多少钱 所以现在并不是说100%卖家就不会付 而是变成说那你想要我付 那不如你跟我开口吧 那我也可以有一个权利考虑愿不愿意接受 对不对 那愿不愿意接受其实到最后还是看你最后付的价格 值不值得我为你这么做 另外现在有很多地产经纪或者 不管是卖家经纪或是买家经纪 或者甚至是买家卖家 他们都不是很理解 现在这个协商的关键点在哪里 那我分成两个部分 你现在可以协商的两个timing 第一个timing是 你找到你的买家经纪之后 你跟你的买家经纪去谈好你们的服务费 比如说你今天跟我Amy郭谈好 我们今天的服务费 我们的服务是包含 售钱 售中 还有售后的服务 而且我们的服务真的是超细 可以上网看一下我们的reputation 都是很好的 或是身边朋友问问 那如果是在我们的服务这么良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跟你签订了一个25%的合约之后 后续我们去帮你在抢房子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服务费我们已经讲好了 白子黑日签好了 那他在未来就不会再改了 他没有要再改 那我们第二个协商的关键是什么 当我们去跟卖家经济还有卖家在谈 哦我今天要用100万买你的房子 你可以帮我出2.5%的买家经济费 帮我付钱给Amy郭吗 因为我想要拥有Amy郭这样子的地产服务的质量品质 然后呢卖家可能就会说 嗯你出过来的是100万 我觉得100万的话好像不够我去愿意帮你出这个钱 那不然我就counter你102万吧 你出102万的话我可以考虑要不要帮你出2.5% 或者是说我说那不然你出101万 那我帮你出1%的Amy郭的费用 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再counter seller counter到2.5% 或者是你就愿意接受他现在的价格 但是呢你就要自己去补足 这边没有付我的费用 因为这边我们已经签约就是2.5了嘛 那如果seller愿意帮你付1% 你就是补足你的1.5%给我 对那很多买家在这个部分比较辛苦的是因为 你们如果是自己要先掏腰包出来 付买家经济的费用的话 你们现在要买房子嘛 那你们已经要付20%的投席款 还要再付一些closing cost escort title 还有你要贷款的话 你还要再付lender fee 就是这些所有的费用加起来 其实对买家来讲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很多买家会希望说 那不然我把这些所有的费用 我价钱出高一点 可是你可会帮我付 这样子的话我手头上需要准备的现金 就相对的比较不会那么多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那所以你要记得哦 买家经济补费的协商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在你第一次跟他出去之前 跟卖家之间的协商是在开始出价了之后 但是你开始出价的时候 买家经济的费用就不应该是一个协商的内容 跟你之间不应该是一个协商的内容 但是跟卖家之间你还是可以跟他协商 可不可以帮我付多少 OK 就像你去银行贷款 对不对 银行跟你说我们这次的processing fee 就是895块 那这时候你决定跟这个银行贷款的时候 这个895块的费用就已经是讲好了 OK 那接下来呢 你去跟卖家协商 当你们之间的这个合约的时候 你可以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付400块 我的这个银行的process fee 那如果你出的价钱合理的话 他们也是会有可能会考虑的 或者是说你帮我出895块啊 他也是有可能答应 这都取决于你出给他的这个出价合约 对他来说数学来讲合不合理吗 最终最终都是这个数字对卖家合理 卖家才会愿意买 那如果所有的东西 今天就算你不跟卖家要买家经济费 可是你出的价钱还是很低 他甚至不帮你付买家经济费 他都觉得你这个数字对他来讲不合理 那他也是不会接受你的offer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要想啊 为什么买卖可以谈成 就是对买方跟卖方来讲 这个交易都是合理的一个交易嘛 那另外呢 现在因为多了买方经济 要跟买家去协商他们的服务费 这件事情也是 这叫什么 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就是你愿意 然后我也愿意 那我们就一起来帮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然后帮你争取最大利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现在有很多买家经济会没有办法存活 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告诉买家 今天他们可以为买家做什么 那因为像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业8年了 我对我自己的服务跟专业 还有维修的知识 维修的人脉 跟对所有传杀选的一些经验 甚至是很多变化球 我们都是 有论有余 应该是这样讲 很多大风大浪 我们都经历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买家说 今天不管你是在售钱的经验 我们可以帮你避很多雷 那我有出那个免费的 那个买房不要财的20个地雷 那个就算你不找我当地产经济 你都可以去免费下载 那像你如果是要做卖家 我也有出卖家应该要注意的9件事情跟10件事情 这些都可以免费让你下载 那你如果说你有想要卖的房子 你想要知道价钱 你也可以来找我们估价 你也可以来找我们去免费帮你看 你的房子到底要怎么美化 那这些都是我们会愿意做的服务 我们会让客人知道说 今天你付的这个服务费 你得到的真的是超值的服务 我们是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也是做口碑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会更希望说买家或者是卖家 是更睁大你们的双眼 找一个真的对你们帮助的地产经济 好吗 那我们就先讲咯 拜拜